因为在网上发表了论穿越的999种怪处 涂叶被选中穿越到前朝当皇帝 这个倒霉蛋现在终于体会到了当皇帝的快乐 涂叶这个老六一只手高举玉玺另一只手 按着赵卓的脑袋说道 现在我才是皇帝 玉玺由我保管杀谁不杀谁也由我说了算 谁赞成谁反对 赵卓看着涂叶面露羞涩泛起了花痴 殿下他原来是一个敢这样 正面硬刚义腹的男人吗 这充满霸气的台词 这富有情绪的面部表情 这蕴含张力的肢体语言 何等豪胖的男儿 原来殿下之前的种种废物行为全是演技 赵卓看着自己刚扶持上去 却敢反抗自己的皇帝怒虎中烧 你小子还没登基就敢嚣张是吧 唯有本事扶你上去 就有本事送你去见先皇 涂叶一听这话开心的不行 那你快来啊 你可是汉武之六十六的男人 可别让我失望 好啊 看我掐死你 赵卓一见大事不妙赶紧去阻拦赵卓 李天元也来劝阻到两位不要吵了 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先冷静下来如何 涂叶一看李天元这人倒也沉得住气 那看来还得加一把火了 涂叶手一滑玉玺直接摔在了地上 碎了 涂叶双手一摊渐渐的说不好意思手滑了 传国玉玺象征大前的欺域与权威 他可是帝王号令群臣统预天下的信物 摔坏玉玺可是死罪 挑衅到这个程度就不信你们忍得了 这下你们是不是要立马弄死我 让我完成灭国任务了 赵卓手指着涂叶被记的话已经说不完整了 李天玄此时却上前拦住赵卓陛下说笑了 整个天下都是您的更何况一个玉玺 摔坏了就摔坏了不是什么大事 天色不早了陛下早些休息 其他的事改日在意 涂叶看着要走的两个人还没弄死我呢就要走 这怎么行 喂 不是天子犯法与庶明同罪吗 不弄死我吗 一座豪华的屋内赵卓看着眼前的李天元道 除掉必须想办法除掉涂叶 赵大人 除掉了涂叶你可知有什么后果 赵卓气愤的倒能有什么后果 你这个没骨气的居然还叫那小子陛下 李天元看着赵卓凝重的倒糊涂 现在太子涂叶带兵在外 如果先帝在帝都死得不明不白 你猜我俩身为先帝生前的权臣 会不会是涂叶第一个讨伐的对象 涂叶衰玉玺 让我们手上少了一件对付涂叶的筹码 我们能仰仗的只能是即将登基的他 所以暂时不能除掉他 赵卓不可置信的看着李天元道等一下 难道你想说涂叶是故意不让 我杀涂叶才破坏玉玺的 李天元淡淡的倒没错 涂叶原本是涂叶登基路上的半小时 但当涂叶登基已成定居 他反而要重新考虑和涂叶的关系 手握重兵的涂叶能另拟 在朝堂之上形势有所顾忌 无法过于架工的业 如果我们逼迫涂叶过肾 他就会放任涂叶进行 逼我们于死网破 而我们不敢躲 涂叶甚至会利用三方关系来嫁于我们 赵卓看着李天元嘲笑的道 老李多心了吧 那小子能有这脑袋散进到这一步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你可知是谁说的 那乃是出自百年前前国丞相 为刑律大人之口 当年为大人受前王重用 推行新政全是滔天 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其因为失去了前王的信任 而遭到车裂之心 赵卓阴狠的道 我可不是什么为刑律 绝不会向那小子低头 他遗仗的无非是屠宿的兵力而已 既然他不下 我就自己派人去杀 然后推到他头上 结果是一样的 李天元露出恐怖的笑容道 嘿嘿 先帝啊 你的子嗣真有趣啊 后宫内跟各位穿越者一样 托叶要崩溃了 太无聊了 吃的不好吃玩的不好玩 还要看奏折 连一个字都不认识 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这真是个无聊的时代啊 没有手机 电脑完我要死了 赵卓阳缓缓地走向 徒叶面罗红韵陛下 我要事情了 徒叶一听还有这好事 一副痴状 话说早了 我收回前言 这也太快乐了 托叶这个倒霉蛋 及时体会到了当皇帝的快乐 依旧一心想回到现代 这个老六穿上裤子就不认人 刚舒服完就想着怎么利用赵卓 这个小姐姐干掉自己好 回到现代 托叶看到了赵卓头上戴的簪子 就是你了 谁能想到这个小小的簪子 今天还能成为我徒叶完成灭国任务 回到现实的关键道具呢 徒叶举起杯子 道赵卓你其实 是赵卓派到我身边的那鬼吧 赵卓被徒叶这句话下的瞳孔萎缩暴露了 不可能 毕 陛下您在说什么 诸儿听不懂 徒叶淡淡的道 放心 我不在乎你和赵卓的私下勾当 徒叶拿起酒杯 一影而尽 他安插你在我这 不就是为了控制监视我吧 我很享受和他玩的这场游戏 要不然这皇帝当的也太无聊了吧 徒叶在心里想到被我当场揭穿 这回该急了吧 该干掉我了吧 赵卓被徒叶这番话弄得惊恐万分 毕 义父处心积虑的把我送到他身边 在他看来就是长游戏 他向我摊牌 是不是表示这个游戏他玩腻了 徒叶直接开始了 装醉这酒 略有一些上头 他在桌子上 假装自己不胜酒力 已经睡了过去 给赵卓机会刺杀自己 赵卓把手伸向头上的簪子 缓慢抽出 既然自己身份暴露在义父那里 失去了价值 挽回的办法只有一个 徒叶听着赵卓缓慢往自己这 一动的脚步声 心里忍不住偷笑 自己果然是个天才 丁王国奔献系统升级完毕 大奔将继续为宿主服务 徒叶瞅着这个愚蠢的系统 系统升级是什么鬼 我马上就完成任务 回归了你这升级毫无意义 会使宿主任务目标更加清晰 本次升级增加了国力积分系统 宿主只要让国力积分下降 到零以下就算完成王国任务 目前初始国力为一千分 徒叶听着系统说的话反应了过来 等等 也就是说就算我现在被干掉了 只要国力积分没有清零 也算任务失败呢 丁一宿主目前的身价 即使死掉也不会导致积分清零 徒叶想到身后正要行刺自己 赵珠直接坐了起来 也不敢装了 为什么不早说 而且我的命为什么这么不值钱 赵珠看着起身的徒叶 陛下可能又是在试探我 但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徒叶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 的簪子按道只能赌一把了 头微微一歪 躲过了刺过来的簪子 左手一把握住了赵珠 持簪子的手 赵珠使劲一拉把手抽了出来 紧跟着又朝徒叶刺了过去 却没想到脚下一滑 直接摔倒了 流下了不甘的泪水 徒叶心想身为一个汉虎 只只有四十四的战武渣 头塔不成竟然还想强杀 未免有点太飘了 徒叶一把抢过簪子 赵珠你太心急 被我三言两语就勾起了杀鸡 这可不是一个合格的间谍了 赵珠想到自己刺杀失败 即将面对自己那恐怖的义父的惩罚 开始伤心地哭了起来 直接给自己哭昏了过去 徒叶看着苏醒的赵珠 一副害怕的表情到怎么 开始做噩梦啊 毕 陛下你不杀我 我说了这只是一场游戏 我不但不杀你 还会假装不知情 任由你传递消息 毕竟这样游戏才会有趣啊 这个变态的男人 立志要当的王国昏君 强强名女广纳后宫 亲信奸臣不理朝政 我徒叶要样样做到 向历史上的王国昏君学习致敬 后宫请殿内 徒叶表情猙獰的 拿着毛笔在宣纸上 想你一道圣旨 赵珠看着露出恐怖表情的徒叶 怀疑他又要对义副下手 但其实徒叶只是不会 用毛笔写字而已 徒叶暗想到差的 用毛笔字写字好难 徒叶挣扎了会 直接放弃了长舒了口气 转头对赵珠道 赵珠你来帮我写吧 赵珠听到这话差一步 十分不想帮他写 但是无奈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只能屈服在徒叶的淫威之下 不 不知陛下让你什么圣旨 徒叶用手按着赵珠的肩膀 倒就写 将包括徒苏在内的 所有徒氏子弟 全部除去徒性 贬为树人 赵珠听到这番话直接猛了 陛下这自费族青的操作 实在是让人看不懂 陛下奴婢斗胆问一句 您为什么 要让奴婢你这样一道圣旨 徒苏听到这句话 满脸笑容的想着 之前问过系统 削弱徒氏王族影响力 是目前最简单的 扣除积分的办法 把徒氏子弟 贬为树人 不但能够大量扣分 还能够对外打造 我残暴的昏君形象 简直不要太完美 能想到这个办法的我 简直昏君界的翘楚 天生的昏君 赵珠看着银笑的徒叶满脑袋 问号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徒叶面无表情地答道 你问我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增加游戏难度了 这道圣旨下阵不但会变成 失去家族支持的孤家寡人 还会背上冷血昏君的骂名 我让你来拟址 你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赵珠 他一定很高兴吧 徒叶抱着赵珠继续说道 这个情报 就算我送你的礼物了 万万不可辜负 赵珠听着这话 芳心一颤 给我的礼物嘛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收到过礼物 明知陛下在骗我 可我为什么还是会很开心 赵珠府邸 赵珠敲小房门 赵珠推开房门 不悦地看着赵珠 怎么才来 赵珠缓缓地朝着屋里 赵珠跟李天元听着这番话 不可置信的道时 什么 赵珠焦急地对着李天元说道 老李 你刚有从屠世子地中 另立新君了 打算 那小子显然在针对咱们 李天元对着赵珠 淡淡地问道 如此重要的情报 你是如何得知的 是否可靠 赵珠难为情地回答道 那道 陛下让我亲自你的这道圣旨 赵珠文凭此言 果然大怒 抬手就给了赵珠一巴掌 对着赵珠吼道 贱人 是不是你泄露了我们的机密 赵珠坐在地下 流着泪委屈的刀衣服 猪儿没有 赵珠指着赵珠生气的道别 给我在这演戏 要不是你看上那小白脸 帮他来对付我 他能让你拟齿 李天元把手按在赵珠肩膀上 冷静地分析道赵大人 冷静 若是赵珠泄密下指的事 怎么会让你我知晓 这是涂液的离间计 顺带敲打你 我不要忘了新君 赵珠听着这番话 冷静了下来 换上了一副笑脸 赶紧上前去扶起了赵珠 对着赵珠道歉 猪儿刚才是一副错怪你了 你不会怪一副吧 赵珠回答道 赵珠不敢 赵珠转头凝重地对李天元说道 老李 看来你另立新君的招数 没戏畅 还是看我的计策吧 我要发动群臣 在他第一次上朝时 在朝堂之上尽情羞辱他 让他知道这朝堂谁说了算 李天元刚想劝说赵珠 赵大人 我觉得你的计划 紧跟着 好像想到了什么算了 随便你吧 同时在心里暗想到 赵珠不是个做大事的人 我也该有自己的打算了 欲输房内 徒页无所事事地挖着鼻孔 想到 圣旨准备好了 就等一个好时机翻过了 但离积分清零 估计还差着不少 仔细想想应该还能找到 不少扣除国力积分的办法 对了 历史上的王国昏君 除了亲情奸臣之外 还要不理朝政 抢抢民女广纳后宫什么的 就这么办 先帝尸骨未寒 我就下旨抢征 满朝大臣家中女卷入宫事情 这样绝对会让他们心寒 我可真是个天才 我徒页要立志当个昏君 做大做强 再创昏君界的辉煌第一步 广纳后宫 这样不仅能扣掉大量积分 还能为自己 谋一波福利一箭双雕 不愧是我能想出 这种风骚操作 想到这徒页就激动难耐 冲着站在下面的小太监 大声的 说到正要召见赵卓和李天元 让他们马上来御书房 小太监赶忙回到是陛下 御书房内 徒页满脸笑容的 看着赵卓跟李天元开心的道 两位爱卿 别客气快做就当自己家里一样 李天元回到谢陛下 赵卓却与其不善哼了一声 刚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就说道 我说皇上你也登基了 明天是不是上朝 熟悉一下群臣了 心里却在想着 怎么联合自己的党派 赵党以及朝中大臣 让徒页下不来太 徒页听到这话 暗想到勤勉朝政算加分相吧 我一个立志要当昏君王的男人 我是脑子进水了 刚登基就上朝嘛 徒页拿起杯子敷衍的 到上朝什么的太麻烦了 朕出登地位还没什么经验啊 反正我也信得过两位爱卿 朝中事情就麻烦两位了 李天元文言一脸凝重的想到 果然不出我所调 陛下拒绝了赵卓 让他上朝的请求 他不但猜到了赵卓 想在朝中打压他 还搬出了信任臣子的理由 让人无法反驳 赵卓那点粗浅的计谋 在他面前完全不够看 徒页此时根本没关心 下面两个人如何想 一心想着自己 广纳后宫的扣分计划 徒页迫不及待的到 先不说上朝的事了 其实今天找两位来 是有见识商量 朕现在贵为皇帝后宫 却只有赵卓一人 实在有诗颜面 朕决定搜罗美女广纳后宫 赵卓鄙夷的看着徒页心里想着 先皇刚下葬 就想着下半生那点事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李天元怀疑徒页别有用心 但是却搞不明白 专门招他们境界 要讨论的是 与国事无关 广纳后宫 这是什么套路 徒页开心的道对了 这是要尽快 心里想着 早点把我的国力积分清零吧 李天元 和赵卓看着开心的徒页 对视了一眼相顾无言 赵卓扶着额头 无奈的道 陛下要搜罗天下美女 我是支持的 不过仓促之间 还没等赵卓把话说完 徒页就急迫的打断道 我懂 仓促之间 搜罗不了天下美女 咱们就先就近在帝都搜一圈吧 赵卓完全没想到 徒页竟这么急不可耐 此时 李天元又懂了暗暗告诫自己 李天元 你不要被陛下搜罗美女的幌子迷惑了 他刚刚提到了帝都 恐怕这才是重点 徒页捏着下巴斜笑的道 我想了个最省事省力的 办法 咱们就从朝中大臣家中女眷里挑选吧 李天元闻听此言 脸色变得很差 与书法外 赵卓一边下着楼梯 一边跟李天元说道 那个图页不理朝政 还要广纳后宫 这妥妥的昏君节奏啊 不过那小子自己作死 倒是省掉了咱们不少力气 李天元听赵卓 如此说 立即止住了脚步 回头大鹤倒够了 如果你继续这样侵蚀陛下 等待我们的会是朱九族的下场 赵卓被李天元说的话吓了一跳 惊恶地看着李天元 李天元此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对着赵卓道歉 抱歉赵大人 我刚刚失态了 不过陛下的举动 都是别有深意的高招 赵卓不屑地说道 高招 我怎么没看出来 李天元开始给赵卓 分析涂液的用意 李刚定下 在朝堂上打脸他的计划 就被他轻松破解 说明他对我们的意图了如指掌 赵卓反驳道 可是他计划刚定下来 咱们就被赵入宫中 根本没有走漏消息的可能 李天元回答道 说明他提前算到 这才是可怕之处 不仅如此 他除了不上朝 还要广纳后宫 这一系列看似荒淫无道 却是针对我们互为一体的连环计 赵卓不解的问道连环计 什么意思 李天元回答 他有底气不用上朝 因为他有自信 不上朝也能掌控朝政 因为将群臣家眷收入后宫 他就可以通过联姻方式 直接拉拢大臣 挖我们在朝堂上的墙角 赵卓听李天元如此说 一时没了主意 问道 那怎么办 李天元却微微一笑 答道还能怎么办 他现在是陛下 要传承涂氏血脉 扩充后宫理所当然 咱们做臣子的 自然要好好满足他了 身为一个皇帝 我身边的权臣心怀鬼胎 竟然想趁我扩充后宫之际 偷偷往我身边塞卧底 但是他绝对想不到我身怀系统 一眼就看出来了问题 这也正合我心意 因为我想让这个国家王国 皇宫偏殿李天元 对着前面的徒叶道 陛下前几日已按您的吩咐 将所有徒氏王朝子弟 贬为庶人了 唯有大王子徒苏 阴祝君在外 旨意尚未送达 徒叶压根就没关心这件事 抬手回到那些 都不重要一会再说 之前让你挑选的后宫怎么样了 李天元恭敬得到微臣 信不辱命 只是时间仓促 请陛下见谅 李天元一拍双手 都出来吧 让陛下看看 徒叶看着眼前这些身怀凶器 的美女 感觉自己到了极乐天堂 徒叶转头 双手扶着李天元 兴奋地问道李爱卿 你这次招募的这些后宫美女旅 有没有玩的比较花的 李天元听着徒叶的话 大改疑惑回道 微臣不太清楚 陛下所说完的花式和寒意 徒叶看着李天元心想 这老小子假正经 就算以前没听过完的花 身为男人 结合上下文语境 不能领会精神吗 李天元怀疑徒叶心理起一心了 是不是自己安插卧底的事暴露了 这次入宫嫔妃 有两女 是十多年前大前的两大豪门世家 范家和诸葛家因为触怒先皇 被满门抄斩负责行刑的我 一时心血来潮 偷偷救下了两名幼女 这十年来 我偷偷隐藏两人身份暗中培养 没想到 他们各自都继承了父辈的才能 成为我手中重要的棋子 两女跟徒氏有血海深仇 正好借助这次后宫选妃 将两人安排在徒叶身边 保证神不知鬼不觉 忽然徒叶两脸放光 注意到了这两个小姐姐 同时看到了两女的资料 竟然是李天元塞进来的卧底很好 这种混乱后宫的蛇仙美女 正是王国昏君的标配 徒叶猥琐的看着两女道 两位小姐姐素质不错啊 叫什么名 红色衣服小姐姐赶紧回到 回避下奴婢名叫阿珠 紫色衣服小姐姐却略嫌紧张的回到 阿 阿莎 徒叶看着阿莎捏着下巴道 这位阿莎小姐姐有点紧张啊 糟了 阿莎性格内向 在徒叶的气势逼迫下 她很可能露出马脚 李天元担心的想着 徒叶邪笑地捏着阿莎的下巴说道 不用害怕本王其实很平易近人的 却想不到诸葛杀进有个不为人所知 也未被系统记录的隐藏属性 在紧张状态下被异性触碰身体敏感部位包括 但不限于下巴会因羞耻感而陷入昏厥状态 阿珠 徒叶 李天元三人都 大惊失色地看着此时的阿莎 同时心里大呼噪了 李天元跟阿珠是担心因此暴露卧底的事 徒叶是本想上演宠幸戏码 以此来按李天元的心 没想到诸葛杀的耐受度这么低 硬生生把表演搞砸了 李天元害怕他身份暴露肯定会把他撤换回去的 李天元扑通一声的就跪在了地上 微臣视察选人不当让此女在陛下面前有失礼仪 微臣罪该万死 微臣这就将此女还没 李天元把话说完涂液就打断道 不用涂液此时只能强行把戏演下去 本王就喜欢这种一聊不就受不了的类型 李爱卿你选的人果然深得我信 李天元此时心中大呼绞心擦了擦头上的汗 回道 谢陛下 徒叶大声的道决定了今晚就有阿沙小姐姐事情 阿珠看着徒叶心里暗想 昏君早晚杀了你 徒叶此时发现 阿珠一直在用不满的眼神看着自己 徒叶不要脸的想到难道是 阿珠小姐姐也想一起事情 想到这里徒叶对阿珠倒不如 我们今晚就来玩三人斗地主吧 阿珠不明所以的回道 徒叶这个励志要当昏君的男人 选来两位美女妃子事情不干正经事 却跟两位美女玩起Cospely 后宫请殿内徒叶心里还在想着之前的选妃 心里暗自得意果然还是这两个小姐姐罪证 徒叶盯着床上的两女心中想着自己的王国大业 系统显示了他们是为了灭国才接近的我 这点倒是可以好好利用利用 毕竟你能被李天元偷偷收养 还特意送给我 他们肯定有过人之处 爱可惜系统只显示基本资料和能力指数 他俩有什么霍国技能我不是很清楚 床上的阿珠看着站在床边的徒叶 怀疑他是不是昆昆不行 心里想着那个昏君在想什么呢 我们明明有了现身的觉悟 本以为会各种花式凌辱我们逼迫我们 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 现在他来什么也不做的徒叶更可怕 李天元来时刻意叮嘱过两女徒叶此人心机深沉 尽管好色但还难被美色所迷惑 更何况赵卓已抢先将赵卓送给了他 他即使你们的盟友更是你们的竞争对手 你们要取得徒叶的信任必须要在思想之外 展现出对他额外的价值 两女还在心中想着李天元教导的这番话 徒叶却突然开口道两位小姐姐在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呢我刚才问你们话呢 你们有什么才艺特长之类的吗 两女心中暗想果然不处理大人所料 阿沙回道奴婢擅长占卜关心策字服录 风水养生一道炼丹还有防中术 徒叶听到心想就你那呗 男人碰一下就会暴走的体质 还敢说自己会防中术 徒叶紧跟着问阿珠那小姐姐你那 阿珠心想看那昏君的表情 似乎对沙姐姐的回答不甚满意 而我出神商骨施加 自幼便跟随祖父出入各种生意场合 耳濡目染下我不仅擅长 计算财货也擅长计算人心 但祖父的遭遇让我明白同时拥有这两项技能 很容易遭上位者猜忌复仇的前提下是保全自己 要在展现价值的同时 把自己包装成人畜无害的形象 想到这里阿珠决定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无依无靠 家财万贯的富婆 谁能拒绝得了这样一个弱女子呢 阿珠微笑地答道 奴婢一个弱女子 哪有什么特长才艺奴婢虽出身贵族 但父母双王唯一拿得出手 这也就是家中万贯家财了 徒叶听着这话大吃一惊 父母双王还家财万贯 您就是一届版的百特曼玛 不过这么想想 两位小姐姐都能为灭国大业做出贡献的 徒叶邪笑地对着阿珠说道 正贵为异国之君 怎么会看得上阿珠小姐你那些家财 相反阿珠小姐姐可否愿意替朕掌管国库 阿珠听徒叶这么说一时没反应过来 国库 啊 徒叶在心里美滋滋地想着 范桃珠出身逐利的商人世家 做假账搞贪污挪用公款什么的肯定一把好手 掏空国库搞崩经济的任务就交给他了 至于出身方式家族的诸葛沙 嗯 陈明修道炼丹可是历史婚君的标配 徒叶想到这转头对阿珠道 阿珠小姐姐既然这么多才多应 朕就封你为女国师吧 顺便掌管太医院负责卫贞炼丹炎兽 阿珠听到这番话也是北京的呆肉木鸡 徒叶猛然间想到了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能忘呢 阿珠既然是女国师了 以后见证的时候就穿道袍吧 卡斯托利大发好 阿珠惊恐地看着眼前的徒叶好像在看魔鬼 徒叶的鼻子突然流出了一抹鲜红 想到既然要卡斯托利索性玩大一点 后宫经常开开 卡斯托利派对也挺不错 那个男人为了能继续操控前国皇帝徒叶 伪造玉玺假传圣旨 干掉太子屠苏除掉屠叶的援军 赵府书房内赵卓在圣旨上写着什么 心里暗自得意的道 既然屠叶那小子不愿意下这道圣旨 那就由我亲自来办 玉玺这种东西只要我愿意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 屠苏虽然擅长领兵 但脑子不好最实于衷 圣旨哪怕让他立刻自吻 他也会立即照办 只要除了屠苏屠叶外 吴援军还不是任我留念 赵卓朝外大喊道来人 只见一个身穿盔甲的男人 一路小跑进来 丹西跪在地上说道 老爷请吩咐 赵卓对着身前的男人淡淡的道 你立刻动身前往北郡临动城 将此圣旨交给镇北军统领屠苏 你要亲眼看到屠苏自吻 并把他的脑袋带回来 我要给地下送一份鹤礼 赵府书房屋顶一位身穿夜行衣的人 听到两人的对话立即写了一份密信 通知了他的上司萧大人 树林中蹲在树上的女人 看着下面纵马吉尺的军队 对着身边的人低声说道 准备动 手子还没说出口 脚下一滑就摔了下去 喷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树上同行的手下 看着女人无奈地吐槽道 萧大人的霉运附体 被动技能又被触发了 萧大人看着自己的手下在那里 吐槽自己大喊道 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 纵马吉尺的军队 正是赵卓派来的嘉将 只见从树上跳下来 五六位身穿夜行服的黑衣人 同时射出去手中的飞镖 把军队杀得七零八落 领头的赵家将领 被从天而降的萧 用匕首低着脖子 惊恐地说道是你 涂叶这个立志 要做个亡国昏君的倒霉蛋 人在寝宫悠闲的 与两位美女打着纸牌 却不想一口黑锅 被他背得严严实实的 暗杀他的美女刺客 正在路上 一片幽暗的森林中 羽人手起刀落地 斩杀了眼前的男人 旁边的黑衣人 举起审中的盒子 单膝下跪对着女人道 萧大人 此人身上果然搜出了圣旨 女人淡淡地回答道 果然那个昏君下旨 让扑苏太子自问 旁边的黑衣人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萧大人既然是陛下的圣旨 我们昆卫今晚上的行动 使不是剑阅 话音 刚落女人的飞镖 就从黑衣人的眼前划过 女人对着黑衣人训斥道 才过了几天太平日子 就忘了我们昆卫的初心了 有光便有瘾为前能生昆 我们昏卫行于黑暗中 便是位守护先皇前人帝 我们可以行使阴狠 手断血腥 但不要忘了 我们效忠的对象 使先皇先皇生前 力图苏为太子 如今先皇已是 我们理应遵循医院 辅佐图苏 如今图叶不但篡夺皇位 还要暗害太子 说到此处 女人显然控制不住 自己心中的怒户 手中一用力 啪的一下 就把圣旨捏成了碎片 看着自己的手掌 女人淡淡的道 那她便是我们昆卫 必须铲除的敌人了呢 同时对着黑衣人吩咐道 你们将此处处理干净 不要走漏风生 我要亲手斩杀屠叶 赵卓府上 赵卓在书房内来回独步 焦急的等着好消息传来 突然身后传来一句问话 赵大人 你在等什么呢 赵卓回头看去 差一万分李天元 没 没等什么 这么晚了你来做什么 李天元微笑着道 我来此事给赵大人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以及一个坏消息 赵卓听着这话 诧异的问道 能有什么坏消息 李天元邪笑的说道 你伪造圣旨 杀屠俗的计划 失败了 赵卓听到这话激动的上前 拽着李天元的衣服 大声的说道 你 你无言乱语 李天元抬手 把赵卓的手拍的开来 说道赵大人 咱们立场一致 你没必要否认 赵姓早在五天前 就在成交截杀 下手的正是昆卫首领销 赵卓惊恐的问道 昆 昆卫 赵卓虽然杀了赵姓 却误以为那道圣旨 是涂叶所下 他下个目标正是涂叶 赵卓大笑着回答道跑 大快人心 话音刚落 却好像想起了什么 面色一变 这个女人为了扶持太子登基 竟然穿上了cost 混入了涂叶举办的 costly后宫派对 意图刺杀涂叶 帮助太子图苏登基 赵卓火 赵卓看着李天元惊疑的问道 等等 前卫一直独来独往 这种精密大事 你怎么会知道 李天元手一摊 表示自己 有自己的手段 赵大人不用在意 接着说到 这次赵大人运气不错 算是因祸得福 我们可以借助此事 打破陛下加持在图苏 与你我之间的制衡 今天陛下在前缘殿 大搞后宫一遍 人左眼杂 如果萧要对陛下动手 今夜会是最好的机会 所以我稍微运作了一下 让今晚的禁卫军 守卫格外的松懈 现在以萧为首的前卫 代表图苏 所以刺杀 无论成功与否 图苏都会背上 实军的恶名 失去了大义名分的他 哪怕守卫军队 也不再可怕 赵卓听到此处 一张老脸 情不自禁地 揪露出了笑容道 好你的老脸 这一招一尸二鸟 即干到了涂液 又让图苏背上恶名 论奸诈还得是你 李天元却没有任何高兴的 淡淡的表示 不过 我刚才说的 只是费理想状态 最后结果 还得听天由命 赵卓一脸疑惑地问道 老脸 你什么意思 我看这计划 十拿九稳 还会出什么问题吗 李天元一边朝门外走去 一边挥手 我只是过来 真会赵大人一声 恕我先行告辞 此时的前缘店 服夜心心念念的后宫 他所里终于举办了行 这场派对 早已在开始前 就沦为了那些贵族家 不得是女眷之间 为了后宫争处 稍微的修罗场 会为首领萧 也悄悄地做了伪装 混了进来 萧看着眼前 这些靠死各种 各样的小动物与女人 心里暗暗想到 涂叶这昏君 果然荒诞无耻 所有装扮 竟然都如此没有下限 不过这些人怎么回事 明明没有五道修为 竟然能释放出 如此凛类的杀意 昏君的后宫 果然恐怖卢丝 随着传来一声 陛下驾到 眼带莫锦身边 跟随着宝购 漂亮小姐姐的涂叶 闪亮灯场 一边朝着大家推手 一边朝着人群 飞吻烧包的道 大家好 爱你们 忽然涂叶注意到 藏在人群里的萧 因为系统已经提示了 萧的信息 正在涂叶目不转睛 盯着萧的时候 萧看到了涂叶 注意到了自己 按照一声糟糕 看到了昏君的眼神 他注意到了我 紧跟着拿出来 藏在衣服下面的鼻手 大声地道昏君受死 涂叶这个励志 当一个昏君的男人 为了从刺客手中 保护下来自己的后宫 既然拿禅位 给太子屠苏 作为条件 来交换自己的后宫 刺客萧大喊一声 昏君受死 同时手中的匕首 朝着涂叶刺去 跟在涂叶身边的阿珠和 阿莎两女看着 如此行径的萧 突然想起来涂叶之前向 大家解释到的 何为cosplay 所谓cosplay就是角色扮演了 爱妃们到时候 只需要穿上各式各样 漂亮的服饰 一起扮演各种角色 和朕开开心心地做游戏 嘿嘿 想到此处 两女恍然大悟 这就是cosplay的精髓 原来在于扮演角色的 趣味性和刺激性 此时在众女眼中 萧的行为 就是纯纯的一个心机表 扮演刺客这种 充满危险性的角色 最容易挑起男人的征服欲 果然好心机 不过既然你被我识破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说着扑向萧嘴里 大声道 臣妾替你拿下刺客 话音刚落 就被萧抓着胳膊 狠狠地来了个国肩栓 萧看着女人 无法理解她的行为 心里暗暗想到 这女人疯了吗 明明没有半点修为 其余众女也随后一起 蜂拥而上的向萧扑来 嘴里喊道 不能让那小浪蹄子 抢了戏份 想用这种歪门邪道 吸引陛下的注意 门都没有 在这后宫要暗自排辈 你就先些菜吧 我们前来护驾 抓住这个刺客 别让他接近陛下 徒叶在旁边 看得满脑袋问号 萧看着眼前的这些女人 不明白这昏君荒淫暴虐 这些后宫嫔妃 决甘愿拼死保护她 她有何过人之处 不过既然是你们选的 我接下来 不会对你们手下留情 徒叶看着 要向自己后宫下手的萧 大惊失色不好 这些可是保证 我扮演婚君 完成败国任务的 重要人力资源 徒叶赶忙阻止道 住手 放过那些女孩 众女看到眼前阻止的徒叶 心里美滋滋的想道 陛下竟然为了我们 直面刺客好感动 萧听到徒叶此话 停止了行动问道 你是想代替他们去死 只要用你的命 来还他们的命 我自然乐得少杀几个人 徒叶心想 不行 国力积分寇宫之前 我还不能死 否则灭国任务就算失败了 想到这里 徒叶回答道 对不起朕 现在还不是死的时候 说着一边向着萧走去 一边接着说道 不过 朕可以偿位给图苏 作为交换 你刺杀朕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让图苏登基吗 萧 萧听到图叶说出来自己 名字和计划 被惊得呆入目击什么 我的身份还有目的 他一切都知道 难道这是一个圈套 意外穿越到了前国 成为皇帝的图叶 只要与太子图苏 善让了皇位 就可以回到现代 就在图叶将要被带去 与图苏见面完成 仪式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话 还是出意外 萧搞不懂图叶 为什么要善让皇位给图苏 不明白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 图叶双手一摊 表示朕不装了朕的目的 其实 就是当个混赤等死的昏君王位 哪有后宫美人香 我既没治国才能 还不如让给有能力的人 图叶的这番话 惊带了在场的重力 因此时系统传来提示 宿主行为触发突发灭国事件 陈桥再领 图叶原本的世界历史A 中泰祖赵匡应 原本是后周朝手握重兵的大将 后在陈桥一发动兵变 逼迫州工地柴宗训陈卫 史称陈桥兵变 如陈卫成功 视为世界完成 将扣除宿主1000薄力积分 看到系统的提示 图叶感觉自己赚麻了 原本这个骚操作 只是想保住后宫 没想到还能触发灭国事件 完成就能扣除1000积分 回到现代 萧不相信世上 真的有人不迷恋权势 感觉这是图叶的诡计 萧想到这里 对着图叶说道 算了不管真假 反正你都要让我给图苏殿下 我杀了你让他登基也一样 图叶一看 萧这人不吃这一套 还是想杀他 看来只能加大忽悠力度 图叶对着萧说道 现在杀了我 只会让图苏背上弑军恶名 哪怕当上皇帝 也名不正言不顺 我这么做 是为了我亲爱的哥哥就想了 听到图叶这么说的 萧陷入了回忆中 想起了之前跟先皇的一次对话 先皇那一次表示 前朝已经不需要 自己这样杀法果断的皇帝了 他希望他的继任者 哪怕自治并不如他 甚至怠度荒唐 但只要能宽容 吴征不及恭敬力 萧本以为 那时候的先皇说的继任者是图苏 现在看来怠度荒唐 宽容吴征徒叶 倒是符合先皇所说的这些特质 但是不行 图苏太子是先皇敌长子 大前法定继承人 我怎可被图叶几句话动摇心神 且先控制住他将他带到图苏陛下处 再做打算 萧对着图叶说道 既然如此 需要麻烦你去北郡灵动城一趟 与图苏殿下当面完成禅位交接仪式 图叶听到此话非常开心 只要见到图苏再完成禅位仪式 图叶这边正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突然被一声大喝且慢给打断了 阿沙党在图叶的面前对着萧说道 想要挟持陛下 你问过我手中的俘虏没有 那男人是前朝的右丞相 本以为拥护图叶这个昏庸无能的 皇子登上皇位是个好操控的傀儡 但是当图叶登上皇位之后 他发现他的举动像变了个人 你让无法看透 阿沙手拿俘虏挡在图叶的面前 萧看着阿沙心里想到 大意了他身边居然有方术高手 我还是太天真 图叶刚才那番禅位的说辞只是谎话 这昏君果然擅长玩弄人心 事实上此时的图叶一头雾水 搞不清现在什么情况 阿珠拍了一下躲在阿沙身后图叶的肩膀 实力强大 战力估计与那名刺客五五开 有他保护陛下刺客没有任何机会 图叶听到这番话 惊到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颇为无奈的说道 谁要你们保护啊 不需要你们做这些多余的事 阿珠看到图叶的这种反应 感觉自己刚刚让阿沙及时出手是对的 阿珠想到了之前李天元再送 两人入宫前夜同两人的对话 李天元看着跪在地上的梁女问道 你们可知道在进宫接近图叶后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阿沙回答道我知道 找机会干掉昏君图叶 为我们的家族报仇 李天元说道 呵呵 乾皇图千军图灭你们的血仇 哪是杀掉一个图叶能够解决的 你们的最终任务是让图千军建立的大前王国 所以你们目前反而要保证图叶好好活着 两女惊讶的问道什么 李天元接着说道 原本在众皇子之中 图叶表现得最为昏庸无能 我之前趁着图苏领兵在外拥立他登基 就是要大前在他手中改朝换代 阿珠猜测到 您是要我俩在图叶身边当乱石妖妃 诱惑他当王国之君 李天元笑眯眯的称赞起阿珠 阿珠你果然心思机敏一点就透 只是你猜到的只是我最开始的打算 在图叶登基后 他的举动却像变了个人似的 之前的昏庸无能像是伪装让我越发看不透 所以你们要代替我近距离观察 找到他的破绽 阿珠看着露出恐怖表情的李天元 不知道他这个表情是害怕还是兴奋 这还是第一次在李天元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 李天元最后叮嘱到阿珠你一向聪明 在他身边自可随机应变而阿珠精通方术 执行力强但心思单纯 只是有一点你要切记 绝对不能让图叶与图苏站在同一阵营 阿珠看着眼前的图叶暗暗胆看到李天元的英明 李大人果然没看错 图叶的昏庸无能是他的伪装 这个女人有个致命的弱点 只要被异性触摸敏感部位 包括下巴 就会进入昏迷的状态 本来想一次阻止阿珠 好被肖带走与图苏完成缠位的图叶 没想到阿珠这个状态竟然还有第二形态 阿珠看着眼前焦头烂额阻止两女打起来的图叶 在心里暗自得意的想到 这次图叶妖后宫搞这个古怪的幻装宴会 目的正是以此与昆卫接触 然后联合图苏对付李大人 可惜你的计谋早就被李大人预判到了 想到这里以为自己已经破坏图叶计划的阿珠 忍不住笑出了声 图叶听到身后传来阿珠的笑声 转头看去 阿珠立马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 在心里给自己捏了把汗 太得意忘形差点被发现 图叶这才想起来自己差点忘了 阿珠和阿珊是李天元的人 李天元想拿自己当傀儡 所以他们肯定会阻止我禅位给图苏 必须控制住阿珊的行动 才能完成系统颁布的陈桥再临这个突发事件 突然图叶眼前一亮 想起来阿珊还有个致命的弱点 只要被异性触摸敏感部位 包括下巴 就会进入昏迷的状态 想到这里图叶立马跑过去抱住了阿珊 一手捏着阿珊的下巴 一手搂着阿珊的腰骚包的说道 正身为九五之尊 怎么能让自己心爱的妃子保护自己 阿珊顿时红了脸说话都开始磕吧 图 图叶陛下 刚一说完就晕了过去 图叶看着阿珊已经晕了过去 转头对肖大声的道 快点 趁这个机会挟持我 肖此时却看不懂图叶的骚操作 感觉这又是图叶这个昏君的滚迹 图叶看着眼前不敢上前挟持自己的肖着急的道 还在犹豫什么 等侍卫赶到就来不及了 肖看到竟在咫尺没人保护的图叶 只能先放下心里的担忧 打算抓了图叶再说 图叶看着朝自己扑过来的肖终于露出了微笑 开开心心的被肖挟持了 此时昏迷的阿珊身上开始发生了变化 图叶不知道的是阿珊隐藏属性还有第二层 当他因被男性接触泄露昏迷状态时 将会将其他与该男性接触的女性阿珠除外 视为生死大敌 进一步暴走 浑身环绕火焰的阿珊手指着肖霸气的说道 敢和我抢男人 说完阿珊缓缓地朝着肖走去 肖看着眼前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阿珊 如临大敌举起了手中的匕首 准备战斗 阿珊手拿俘虏开始结印 嘴里说道 三倍真火 离顿 随着冲天的火光而起一团巨大的能量火团 在阿珊的指间凝聚 涂叶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发神威的阿珊 心里大呼糟了 要是肖被干掉 陈桥再临事件妥妥地会失败 想到这里涂叶向着肖跑去 嘴里大喊道快躲开 同时一个飞扑 扑向了肖 阿珊指着能量火团飞向两人发生了爆炸 轰 整个后宫 涂叶这一扑 就是救下来了肖 但是两人正好亲在了一起 肖顿时脸颊发红 你这淫贼 我还没等肖说完话 肖的脑袋就冬的一声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晕了过去 涂叶还没回过神 系统就传来提示 因宿主的行为导致灭国事件陈桥再临失败 并同时触发灭国事件秦王绕中 涂叶原本世界的历史中 刺客荆轲在大殿上刺杀秦王嬴政 嬴政通过高超的走位技巧躲避 之后荆轲被辅助性角色 明明下午且否知要想砸中 刺杀失败 秦王绕住触发条件 一有刺客在大殿上对宿主行刺 二刺杀时有精通医术的第三方角色在场 三精通医术的第三方角色向刺客出手 卢宿主打败刺客 视为事件完成 将增加宿主一千国力积分 恭喜 涂叶直接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搞到心态崩溃 瞄了个咪的 什么那金灭国事件 怎么还有不扣分还到加分呢 这个男人因意外穿越到乾国 成为乾国皇帝 立志要做个王国昏君 练习了两年半的昆卫首领霄前来刺杀他 他不但保护对方 在对方被抓住的情况下还放走对方 躺在床上流着口水昏睡的萧缓缓睁开眼睛 涂叶看到对方醒来 立马走过来说道 你醒了 萧此时脑袋还有点不清醒的问道 这是哪 涂叶开心的回答道 这里是真的寝宫 萧看了看自己手上被锁折的铁链 感觉涂叶可能对自己做了什么坏坏的事 对着涂叶怒骂起来 昏君 荒诞无耻 你就算得到了我的人眼 话还没说完就被涂叶无奈的打断 想什么呢 要没有证 经次事件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否则宫廷守卫的李天元就带领侍卫赶到了大殿跑来护驾 李天元到了之后看涂叶安然无恙 第一时间就要带走刺客去查清幕后主使 是涂叶用了这刺客长得不错 正要留着他事情这样的别小的理由保下萧 涂叶保下来 萧是想把他送回涂苏那里 继续从事他们伟大的灭国事业 萧看着不知道在想什么的涂叶连离自己越来越紧惊恐的大叫着 脸太近了 要杀要寡随你 别贴过来 淫贼 昏君 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 你下圣旨刺刺死图苏殿下的姓氏已经被我干掉了 你早晚也会被图苏殿下干掉 听闻此话的涂叶十分疑惑 我什么时候刺死图苏了 刚要与萧争辩两句 突然看到站在身后的阿珠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看赵珠的样子 他是知情的 不用说又是赵卓那老小子不死心 背着我伪造圣旨 不过倒是可以将错就错 把这事揽在自己身上 再拉屠苏一部仇恨之 想到这里 屠叶开始秀起了自己的眼计 怪笑的对着萧道 我记起来了 是我下的圣旨 屠叶一边走向墙边 拿起放置在那的长剑 一边又继续说了 毕竟 他手握那些重兵 应该是父王留给我的 现在想想 用一道圣旨杀他太没有意思了 我决定换一种有趣的方式 慢慢和他玩 阿珠疑惑的看着屠叶 不理解对方为什么要主动背下这口黑锅 屠叶说完这番话 举起长剑向萧砍去 响当 萧手上的铁链应声而断 萧本以为屠叶是要杀了自己 疑惑的向对方问道 你 你不杀我 屠叶看着手中的长剑 回答道你杀了朕的姓氏 那就由你代替他 向屠苏重新传一道圣旨吧 父王说屠苏是天生的战神 为历练他登基为帝 封他为北郡王兼镇北军统领 朕看他却是空有一身蛮力 不足为局 朕今天不仅要除去他北郡王 与郑北军统领之职 还要剥去他的图信 废他为数人 消停到屠叶的此番话大吃一惊 屠叶继续挑衅地表示 你告诉他 要是不服气阵的决定的话 不妨试试起兵造反 夺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 正在前经等着他 说完这番话 屠叶感觉自己的演技简直不要太好 把一个愚蠢自负的暴君演出了精髓 就在屠叶还在那里自恋的时候 系统发出了提示 定 宿主的行为触发突发二阶灭国事件 禁难兵货 屠叶原本的世界历史上 明建文帝朱宇文下旨 消除北方燕王朱棣藩王之位 引发朱棣起兵反抗 燕王军攻入当时明朝国都精灵 朱宇文下落不明 生死不知 史称禁难之意 禁难兵货触发条件 一帝都北方有手握重兵的皇族藩王存在 二宿主身为帝王 下旨消除皇族藩王权力 如皇族藩王由此起兵造反 视为事件第一阶段完成 扣除宿主一千国力积分 扣除宿主一万国力积分 看到这里 屠叶忍不住心中的笑意 哈哈哈哈哈哈的笑出了声 不愧是二阶灭国任务 两个阶段都完成的话 我的国力值绝对会被扣成复数 萧看着大笑的屠叶 怀疑他是不是脑子不正常 想了想感觉这样也好 屠宿殿下至少还有机会夺回江山 立志要做个亡国昏君的屠叶 又开始绞尽脑汁的整祸了 为了扣光自己的国力积分 以此回现代 竟然把后宫妃子 全部带去上朝大闹朝会 屠叶开心的把萧送出了门 正当屠叶还在挥着手 跟萧掰掰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 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突发事件上 按照系统的一贯的尿性 早不好又给他整活 大扣分变成加分 要完成灭夺任务的话 还是得用好身边的其他奸臣 屠叶眼眸一扫看到了赵珠 立马系上心头 脸上露出了邪笑 赵珠之前不一直催我上朝吗 这个点倒是可以利用下 想到这里 屠叶开口对赵珠道 赵珠 朕最近对阿珠和阿沙关注比较多 冷落了你对不住 这番话给赵珠吓得跪了在地 陛下说这话 奴婢万分惶恐 屠叶上前扶着赵珠的肩膀安慰他起来 不用紧张 朕之前不是说过 你可以把朕的任意情况告诉赵珠吗 这次也麻烦你给他传一个消息 告诉他我最近要上朝听证啊 让他做好准备 皇宫大殿中 随着一声左承向赵珠大人道 赵珠在一旁官员的问好声 参见声缓缓地走进大殿 赵珠进到大殿 看到李天元的位置 轰轰如也向旁边的官员问好 李大人还没到 回赵大人 李大人之前好像说自己身体不适 一旁的官员回答道 赵珠眼神中闪烁着怒呼 紧紧地咬着牙关 哼 李天元还是看不起我的计划 转头露出微笑 对回答他的官员说道 算了 李大人身体要紧 今天这场合少了他一个也无所谓 施则心里发狠地想着 等我今天收拾了屠爷那小子 在朝堂上立了威 回头再找他算账 陛下驾道 屠爷带着赵珠面无表情地走进了大殿 底下立刻响起了大臣们的窃窃思语声 哪有皇帝上朝带着兵妃的 这不太合理智吧 屠爷听到大臣们说的话 露出了自己的一口白牙 对着大臣们黑黑笑道 猜一个你们就受不了吗 那这些呢 话落屠爷身后出现一堆兵妃 大臣们各个目瞪口哉抓狂看着 被这个惊喜直接搞崩溃 有的直接口鼓白摸晕倒 有的泪流满面的喊着先帝啊 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这摸摸那看看 屠爷此时再也忍不住 哈哈哈哈的大笑着 正想让后宫仲爱妃体验一下大朝会 想必大家没有意见吧 赵卓此时怀疑屠爷是不是脑子嗅逗了 搞这么一出 底下大臣看到兵妃里 竟然有之前自己家宋庆宫的那个最不成奇的属女 怀疑屠爷是不是故意在这些后宫上殿羞辱他们 赵卓看不下去这场闹剧了 出言质问 陛下 待后宫上大朝会不符合礼法 不知陛下这样做有何用意 屠爷不在乎的说道 各位不用多心 这没有别的意思 正身为异界昏君 荒淫无道 待后宫参加朝会 也很是合理的吧 赵卓被屠爷这番话对得哑口无言 竟然感觉屠爷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屠爷此时心想 怎么样 只要我的无耻无底线 你就拿我没办法 0 系统提示 鉴于宿主在大朝会上破坏礼仪 将扣除五百国立职 屠爷大喜 在大朝会上整活果然有用 一会再搞几个破坏礼仪的事故 让我在众臣面前失去帝王的威仪 扣分还能更多 屠爷对着下面众大臣问道 朕第一次上朝 众爱卿有什么要起奏的吗 赵卓不怀好意的拱手说道 臣有事要起奏 最近有人在极东海岛上发现了祥瑞 献给了微臣 屠爷感兴趣的问道 呃 什么祥瑞 赵卓黑黑一笑地回答道 他正是零兽苍隆 微臣心想这象征着大钱相新 所以想趁今天把祥瑞献给陛下 屠爷听到大钱相新立马就兴致缺缺了 赵卓被屠爷不太高兴的样子 搞得有点不知所措 听到有祥瑞 这小子怎么反而不高兴 难道他识破我的布置了 赵卓硬着头皮继续说道 无论如何 陛下先看看这祥瑞灵兽如何 说吧双手一拍 带祥瑞上殿 身为前国皇帝的屠爷为了整活 竟然把整个后宫带去上朝 本想指着这群后宫的阴阴厌厌 来辈子自己把国力积分扣光 好达成王国成就回到现代 但是没想到反倒帮助了屠爷 又弄上了一波分 随着灵兽青龙缓缓走入殿内 大殿里的大臣都吃惊的看着这个灵兽青龙 屠爷更是差点没喷出来 不可置信的表示 神特们灵兽青龙 这在我那个世界就是科莫多巨蜜吧 这极东海岛是啥鬼地方啊 此时赵卓指着眼前这个大蜥蜴 对着屠爷说道 陛下请看 这灵兽苍龙多么霸气 此时屠爷的系统发出提示 兵灭国关键人物赵卓的行为 触发突发灭国事件颠倒马路 原历史背景 请二世时 丞相赵高在朝堂上向胡亥献上梅花路 然后颠倒黑白 指路为马 朝臣们纷纷附和 从此胡亥的皇权逐渐落入赵高手中 如在场所有人认可权臣的说法 事为事件完成 将扣除宿主2000国力积分 屠爷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这个赵卓果然是个福将啊 屠爷兴奋的想到 接下来又到了表演时间了吗 屠爷开始了自己的演技 对着赵卓说道 赵大人 正怎么看这贵物 不像是什么祥瑞苍龙啊 此时的赵卓心中兴奋极了 暗想这小子终于上套了 问到身旁的众大臣 可有认识这灵兽的 说说他到底是不是苍龙 身边众大臣 立即争先恐吓地表示 这就是苍龙 有的人说自己年轻时 游历东海见过 有的说和自己家祖传下来的 海山巾上的苍龙一模一样 听着众人如此说 屠爷此时在心里 狠狠夸了一顿这些大臣 好极了 不错不错 你们配合得很好 突然 人群中传来一声 那个怪物长得好恶心 这么丑 怎么可能是神兽苍龙 屠爷怒从心起 谁敢特么帮我说话 屠爷顺着说话声音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后宫 此时屠爷心中大呼失算失算 但是好在有补救错失 屠爷想到了赵卓安 插在自己的内间 赵卓 他一定不会背叛自己的义父的吧 立即问到旁边的赵卓 这下面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灵兽苍龙 赵卓对屠爷的突然问话 有点不知所措 陛下明知我是义父的内义 却一直放任我在他身边 仔细想想 这是因为他自信 我对他造成不了任何威胁 相反 他一直在给我机会 等待我做出选择 这番自我感动的脑补 立即让赵卓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下面的赵卓 兴奋地等待着赵卓开口说话 感觉这一波稳了 是时候让屠爷知道 谁是前朝的化石人了 赵卓缓缓开口 这么丑的东西 怎么可能是灵兽苍龙 赵大人 你这怕不是在互动皇上 赵卓猛逼地看着自己的义女 没想到他竟然会背叛自己 屠爷也没想到赵卓 竟然没背叛自己 屠爷看着偷偷对自己 打眼四点头的赵卓 说好的被刺自己呢 你被刺对象搞错了 赵卓一转身 越着身后的后宫众女问道 姐妹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众女立马群情激愤地表示 这明明就是四脚蛇 装什么苍龙 赵卓弃君之罪 陛下应该把他诸九族 赵卓看着疯狂的众女 竟然敢这么说自己 转头愤怒地看着身后的大臣 夏大人 说要诸我九族的是你的女儿吧 你平时是怎么管教的 这位夏大人立马兴领神会 撸起袖子教训起自己的女儿 放肆 我平时怎么教你呢 敢对赵大人无礼 但是没想到此女现在已经杀疯了 自己的爹都不在乎了 你才放肆 这天下是陛下的还是赵卓的 当初你不看好刚登记的陛下 才把我送进宫当炮灰 在那一刻我和你就恩断你绝了 夏大人气得怒火攻心 吐出一口老血晕倒在地 众女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 立马开始了坑爹大会 陛下臣妾也要检举揭发 我父亲贪污正在凉响 我父亲抢占良田 我父亲天天逛青楼 赵卓看着屠叶 感觉到了李天元说的果然没错 这小子果然不好惹 屠叶面无表情拔出剑 缓缓地走出人群 这一刻赵卓好像看了 里面前四巨龙 好笑 身为前国皇帝的屠叶 本即希望于自己的后宫 被赐自己来完成王国任务 打成想赵卓倒反天罡 竟然被赐了自己衣服 看着步步紧逼的屠叶 赵卓以为他要借着 后宫众女的声势 缠了自己 随着屠叶挥出一件 大蜥蜴的头 硬生落地 众人吃惊地看着这一幕 屠叶试图挽救自己的王国任务 露出尴尬的笑容 对赵卓道 赵大人 为了这么一个怪物 伤我君臣和气 实在不知道 管他是不是祥瑞 震度一箭斩之 今天朝会上的事 朕就当没发生过 赵大人 意下如何 随着屠叶的第二声赵大人 赵卓才回过神 他已经被刚才的那一幕震慑住了 可可巴巴地回道 毕 陛下说得对 朝会散去 坐于桌前的屠叶 听到系统突然发来提示 鉴于宿主在朝堂上 破坏了颠倒马路事件 导致群臣以及赵卓受到震慑 宿主的帝王权威更为巩固 再度恭喜宿主 获得一千国力值积分 听到系统的提示 涂叶起的面容扭曲 暗骂一声 一旁的赵珠 看着面容扭曲的涂叶 不明白 明明刚刚在朝堂上威慑了群臣 怎么还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小心翼翼的问到涂叶 陛下 朱儿之前在朝会上的表现 你可还满意 涂叶转过头 露出一个难堪的笑容 还行吧 要是能准确领悟我的意思 就更好了 听到此话的赵珠懂了 果然是刚才自己 还要靠着陛下提醒才站出来 陛下不满了 下一次一定要努力 积极地跟上陛下思考 涂叶看着做出努力撞的赵珠 突然感觉有种又要被坑的预感 涂叶明白 现在赵珠跟赵珠决裂 指望他俩完成王国任务 根本不可能了 只能指望下李天元了 随即让赵珠帮自己拟到圣旨 正要升李天元为太宰之职 赵珠一边拟着圣旨 一边揣测着涂叶此举的用意 太宰可是凌驾于左右丞相的职位 前国立国以来 除了百年前为刑律大人担任过 就一直控制着 如今赵珠刚刚失事 陛下叫封李天元为太宰 他要用这道旨意分化两人 对两人动手 涂叶正对着刚拟好的圣旨用印 玉玺刚刚盖印上去 系统却突然发出来提示 镇北军统领图苏已在北军起兵 进南兵货第一阶段完成 扣除宿主一千国立积分 听到提示的涂叶开心的笑了起来 不愧是我 半个月后 前京城北八十里外 南下的镇北军大败前京城龙香卫 缴获资重无数 镇北军副统领王展单系跪地 对着涂诉禀报 殿下 我军南下十余天 之前一路未遭遇任何秦王军队 进军破位顺利 但刚才与龙香卫交战 他们尚未与我军交战 就丢下粮草资助逃走 明显故意败给我们的 一旁的兜貌女人开口说道 王将军说得没错 那个徒叶阴险狡诈 他与李天元相互勾结 这其中肯定有诈 死女赫然是被徒叶放走的销 听到此话 徒苏露出微笑 我当然知道他是故意的 我那个弟弟的心思 我还不了解吗 穿越到前国一心想当个昏君的徒叶 下旨消除自己哥哥徒苏皇族芳王的权利 以此逼迫徒苏起兵造反 篡夺皇位 只为完成系统颁布的王国任务 禁难兵火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年幼的徒叶跟徒苏早有约定 有鹏自远方来 下一句是什么 前国先皇询问起年幼的徒苏 徒苏苦思冥想 猛然站起高兴的说道 想起来了 有鹏自远方来虽远必诛 前国先皇直接喷了出来 一巴掌拍在徒苏的脑袋上 开始教训起来徒苏 身为太子 脑袋一点用都没有 我怎么把大钱交给你 没想到的是 这一下徒苏的头是一点是没有 先皇的手却坏了 徒苏洋洋得意的炫耀 孩儿的脑子可好使了 昨天在演武场 孩儿用头锤 锤翻了好几个龙香军呢 记得先皇喝道 今天不准吃饭 还要把功课抄一百遍 抄了很久的徒苏恶的趴在了桌子上 突然被一颗狮子砸中的脑袋 抬头看去年幼的徒叶从窗口钻了进来 徒叶开口问道 又挨老头子训了 真搞不懂 你明明是太子 怎么活得比我这个窝囊废 皇子还累 徒苏羡慕的看着 从书架上爬下来的徒叶无奈的道 所以我很羡慕你了 作王对我期待很高 让我当一个流芳千古的明君 所以才 话还没说完就被徒叶打断 且不能花天酒地享受人生 这皇帝不当也罢 徒苏眼神黯淡 神情低落的回答道 我不懂什么治国 只想带兵打仗 可谁叫我信徒呢 身为徒氏嫡长子 身为乾国太子 我根本就没得选 徒叶看着眼前的徒苏沉思了一会 开口说道 简单我以后把你皇帝的位置抢过来 还要剥去你的徒信 让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此时骑在白马身上的徒苏 暗骂一声白痴 随后大喝道 全军听令挺进乾京城 皇宫大殿 赵珠委婉地拒绝了李天元 要面见徒叶的请求 李天元严肃地说道 如今徒苏率领的镇北军 举乾京城只有八百里 臣必须要面见陛下 赵珠微微一笑 对着李天元说道 这事陛下已经知道了 他相信李大人一定可以处理好此事 毕竟如今龙香卫在你手里 拱卫前进的重任 自然也得劳烦您了 李天元面色急切地道 陛下太看得起微臣了 徒苏号称战神 镇北军又是第一精锐 赵珠出言宽慰 李大人不用担心 陛下说了 只要我龙香卫在敌军面前展现英姿 哪怕不敌撤退 也是虽败犹容 听到此话的李天元目瞪口呆 只要龙香卫出战 无论输赢都可以 陛下这个操作又有何用意 赵珠开口道 陛下就期待李大人的好消息了 随后打开了房门 进到了屋内 长出了一口气 暗暗想到又在李天元那个老狐狸面前演戏可真类 徒叶看着进来的赵珠问道 搞定他的老鹰毙了吗 赵珠兴奋地回答道 陛下 奴婢按照陛下吩咐 不但拦下了李天元 更是让他率领龙香军 出城阻击镇北军了 不过奴婢不太明白 一旦镇北军兵临前进之下 后果必定不堪设想 这种危机关头 陛下怎么放心让李大人带兵出征 还说无所谓输赢呢 徒叶嘴上回答道 输赢我当然在乎啊 实在暗想到我巴不得他们输呢 让李天元带领龙香军 到时候肯定丢亏气甲 战力大井 还会因为主动出击激怒屠苏 如此一来 禁难兵货事件就能轻松达成了 想到这里屠苏就忍不住露出猥琐的笑容 此时走在回去路上的李天元 觉得徒叶如此做背后一定有声音 突然李天元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回头看去 赵卓匆匆忙忙的追了过来 一把抓住李天元的衣领 愤怒的吼道 怪不得那天装病不上朝 原来早就商量好了 要和徒叶对付我吧 李天元满脑袋问号 一把拍开赵卓的手 你在这发什么疯 我什么时候和他商量要对付你了 赵卓愤怒的大吼道 那你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那天刚在朝堂上丢了脸 转头他就封你为太宰 李天元解释道 你用你的脑子想想 这明显是他想用此举一剑 现在 图苏都开始向前京城进军了 你还有心思跟我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赵卓气急败坏地威胁李天元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安插在涂业身边的那两个女人 我还知道 那两个女人是你当年收养的罪臣后人 你也不想涂业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吧 听到此话的李天元面色突然一变 随后开口说道 我明白了赵大人 可能咱俩之间有一些误会 我觉得我有必要化解一下误会 随后从袖子里缓缓掏出了虎符 递给了赵卓 身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 我图叶负责任的说 穿越是一种傻X行为 这话说完图叶就遭报应了 穿越到异世界当了前朝皇帝 穿越者标配系统也随之来临 系统告知只要让前朝毁灭图叶 就可以回到现代 图叶从此开始了作死之路 图叶坐在大殿的椅子上 呆立当场 把我整到这个鬼大前王朝 还弄了个垃圾的开局设定 让前朝王国就能够回到现实 这种其他的穿越设定 还第一次听说 图叶突然看到身边坐着的女人 竟然有个属性框 我为什么能看到她的资料和数据 就跟打游戏一样 丁 这是大奔为宿主附赠的暖心辅助功能 凡是与王国目标牵扯的关键角色 宿主随时能调取她身上资料数据 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赵卓突然感觉 自己看到图叶的眼里闪过一道光 图叶打亮着赵卓这个漂亮的小姐姐 是赵卓安排人来监视我的 个人魅力也太高了吧 没等图叶欣赏够这个漂亮 这小姐姐呢就被人打断了 殿下诚看您从刚才就一直心不在焉 似乎有什么心事 图叶看着下面的这两个货 一个正坐在桌子前 手里拿着个鸡在看 另一个站着拱桌手 正是刚才说话的人 这两个货就是奸臣把他们的资料 我也能看到 李天元的全数和心机 真是逆天赵卓数值稍微差点 但没一项短板 堪称六边形战士 赵卓手拿着没肯玩的鸡腿 指着李天元 毛里亚殿下怕是担心 这块到手的龙椅坐不稳吧 图叶看到赵卓如此说心里暗想 我巴不得早日亡国呢 赵卓看着大殿上 存放先皇的棺材说道 毕竟先帝驾崩前的遗诏 是让在外领兵的太子屠苏继位 如今咱们违背遗诏 准备扶持殿下明灯机 赵卓突然拿手啪啪的拍在棺材上 先皇不会推开棺材杀了咱们 但是图苏就不好说了 反正先帝的死讯还没传出去 赵卓拿着传国玉玺 邪笑的盯着徒叶 传国玉玺现在在咱们自己手里 不如先下手为强 传一道圣旨 让图苏下去陪先皇 图叶想到这哪行啦 把图苏搞得去见先皇了 我不就做王位了 还要受这两个奸臣百步 穿越到这里不能追剧 没有小姐姐看也就算了 还要被两个老男人玩弄 这种日子 他一秒都过不下去 怎么办呢 图叶眼睛一亮 让他们干 我不就晚了 同时一下把赵卓手里的玉玺抢了过来 给赵卓下的面露金色图叶 你要干嘛 图叶心想 只要我一死 钱国不就等于王位来了 快干我啊